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最火爆的事是有一阵 不是他说句话 说我要革金庸的命 其实原话还不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由于媒体就把它断章起义结出来就这样了 实际上你是很崇敬金庸先生的 我觉得就说是在金庸医作为一个是文学的研究者 一个又是一个武侠的作者 我觉得我还是相当认可这样的一个金庸先生一个创作的地位 而我当时只是讲我们这一代的新人超越一个前辈的问题 但是由于金庸先生成就比较高 所以用他做一个标杆 但后来本来是两个时代之间的对话 最后就变成我和金庸先生两个人之间争锋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 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 当时好像金庸先生还挑了你个什么 说我的名字 说我的比名起的不是特别的福泽深厚 有个问题 没关系 你跟金庸打 你打出了你也合算的 他说的事跟今天聊的话题有关系 就是说你看我也见到有人对你的评论 说你就是说你写武侠新派武侠小说的这个路子 你应该说是超越古龙 他认为你跟古龙那路子更相近 但是金庸这个评论者就认为 他是属于这个旧学底子的问题 在他的这个武侠小说里 这个古文旧学 就包括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历史 可是我觉得这个人他就说 就是这位评论者 我觉得他也不一定就完整的看过现在新派武侠 其实现在新派武侠的创作 其实文化水平是非常高的 很多是中文系的博士硕士 在进行一个比较专业创作 我不能说他的国学修养一定会比金庸先生高 但是就当时的那个时代来讲 比如说像陈群银湾 欧龙生这一类的作者来讲 我觉得从一个基本的这个水准来讲的话 我觉得大陆的现在的创作 文化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并不是说我们的作品里边没有旧学国学 我觉得这个不是这样比较的 就是说可能有些人是未必了解这个事情 但是他肯定就是 我还真没看过 就说你们现在年轻一本写的这个新派武侠 就写到什么程度了 其实是这样的 在玩电脑游戏了吧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变化 我觉得主要的是关于一个 侠的这个侠义的理念 有一定的改变 比如说金庸先生 他比较强调为国为民的侠客 有点那种儒家的那种侠客感觉 现在呢我就说我个人来讲 可能就是说他把这个侠客 更往一个个性的就泪敛的方式发展 有点像超越自我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理念上的不同 那就是肯定由你所说的 比如说一些电影啊 然后或者说这种其他的 包括动漫的这些元素的引入 但我觉得那个不是主要的 最深刻的时代的烙印 还是对一个侠的理解的不同 不过呢文学呢 它不是科技 科技呢是有超越性 可以取代性 文学呢 它是个人自己个性的存在 没有一个作家说 比方鲁迅他说 我超越果格林 托尔斯泰他来说 我超越莎斯比亚 其实是这样的 没有人提出 这个不一定没有人提出 当年那个陈子昂 他当时就说魏晋 尽宋风谷 就是说那个汉魏风谷 尽宋莫传 他当时说他要超越 一个魏晋的文学 但是实际上我们说 中陈子昂的一生 他也不一定超越了陶渊明 对吧 他当时是看不起 这个魏晋文学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说唐代文学 他事实际上 他比魏晋文学 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这个超越的意义 不是说那种 就是拿一个秤 你今天就是50斤 我明天100斤 他和科技史 确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雄心壮志 要允许表达 这不是正路 这不是正路 我觉得它是一种 它是说 你如果塑造了一种 前代没有的水 没有的审美风范 但我们可以认可 你有了发展 对这是有发展 你可以说你有创新 你可以有些 跟别人家不一样 但你这不是科技产品 你说你是哪一代 我是哪一代 我跟你讲 现在的语文课本里 就出现了代 我就觉得我这个心情 也有点不胜唏嘘的感觉 你知道最近说是 从9月1号开始 北京市的高中语文 要一分为二 就有几个区 北京 它是什么机构决定的 是什么语文教材 编辑委员会 大概有这个 就是说北京 你看9个区线的 高中语文课本 搭换鞋 这报纸上登出来的标题 就是金庸剃掉了鲁迅 雪山飞狐进去了 阿Q正传给剃出去了 香港都有报道 是吧 所以这不是挑事吗 但是我一看 我觉得他这个不光这么多 你比如说还有他 网络语言 关于讲网络语言的一篇文章 也进了这个新的语文的读本里边 而且我的感受是什么 部分被删的名片 还有引起我很多怀旧感 因为这些课本呢 是我小时候上中学的时候要背的呀 比方说 你比方说孔雀东南非删除了 要删除了 阿Q正传 纪念刘和真君 雷宇 南州六月立之丹 我还记得 陈焕生进城 说于华的许三观卖雪记 剃掉了陈焕生上城 然后林黛玉出进荣国府 还有什么六国论 过秦论 并没管计 这些很多古文 去掉了 加入了另外一些的东西 所以有人也感慨 说是鲁迅 朱自清 他们的背影渐渐离我们远去了 从中学语文课本里就看得出来 怎么样 新一代如何感受 我首先觉得就是有一些 就少数的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说像陈焕生进城 这样他有一个鲜明的时代烙印 我觉得于华的许三观卖雪记 于华是我非常喜欢作者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大部分 比如说像六国论 过秦论 我至今认为 那是中国最好 最美好的文字 我觉得这样的文章 剃掉了 是不是有一点可惜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可以引入一些新的 我觉得最主要是取代掉一些 有鲜明的 比如说当年的十七年文学 还有那个知青文学 伤痕文学 因为这种他有鲜明的 当年有一点政治的 这个隐喻在里面的文章 可以被取代掉 但我觉得有一些 是经过时代检验的 尤其是古文 我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让我觉得心痛的感觉 徐老师怎么看 您是高于文教学了 就是还是刚才这个概念 就文学了 它不能什么 与时俱进 一代一代超越 咱怎么也超越不了庄子 超越不了论语 它跟科技 它文学这个东西 它反映的东西 跟其他东西不一样 你社会制度 可以不断的进步 但文学是写人性的 人类文明可以进步 人性是不会进步的 我们今天的人性 跟庄子那个时候 人性是一回事 所以文学是写人性 它自由好坏 它不会进步 所以他们把好作品拿掉 把比较不那么好的作品 放进去 这根本是一个 你认为是把比较 不那么好的作品放进去吗 那你雪山飞狐 跟RQ正传比 那不用说了 我非常尊敬金庸 OK 对不对 但是你这个 在文学上怎么比 你这新派武侠作家 你就是雪山飞狐 所谓剃掉RQ正传 你怎么看 首先我觉得 是不是这样剃的 是不是正好提到 也是这一篇 但是我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可不可以 用一个折中的办法 比如说我们课本里面 还是以这种传统的 就经过最长时间 检验的为主 然后编一个课外的 一个辅助的教材 然后让同学们 能够看一些 自己喜欢看的东西 我觉得可不可以 这样就是调解一下 这个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个 从很实用的考虑 假如你现在有孩子 他读高中 你是希望他在学校里读鲁迅呢 还是读雪山飞狐 其实两者都应该读 可雪山飞狐 他平时就会读 你色调英雄战 他课外 我上次说过了 你晚上热得不得了了 你一看色调英雄战 就看进去了 可是鲁迅的这些作品 像药这些作品 也许他自己就不会去看了 可是 从我们看待一个人的文化 养成的角度来 他少了药这样的作品 少了RQ这样的作品 他是一个缺失 对不对 所以学校里应该给他 他不太容易看到的东西 包括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东西 就是应该 学校应该 从家长的角度 你花了钱 让小孩去学 学电脑的语言 家里平常就可以学 这是从一 第二 从我们做文学的人的角度来讲 这个文学的国语 国语的文学 我们的国语最好 是要靠最好的文学作品支撑的 那么最好的文学作品 是有一定时代的检验的 今天中国的语文的教学 其实是三十年代 夏缅尊 朱志青 跟这个叶胜桃 他们叫开明书店 办了一个中学生杂志 他们那个时候确立了一套中学教材 那一套中学教材 是经过非常认真的选择的 比方说 他们选约大夫的作品 他们不选成轮 因为你叫高中生就理解 什么自慰 幸苦闷 去妓院 做不做事情 他们很困难 他们选约大夫什么呢 一个人在图上 就是悼念儿子的 死亡 那很好的一个散文 调台的春州 他们选朱志青的背影 所以他不是说乱选 这些教材是经过选择 香港到现在 还贯穿着三十年代 中学生选中学教材 中国是几经糟蹋 从五十年代开始 就加革命的东西 欧阳海之歌 然后金光大道 把这个中学生的脑子 就已经是 老奶不知道喝了多少次了 现在还加上新鲜的矿泉水 我觉得其实就是 现在我觉得最重要 就像根凡那个老师说的一样 把一些当时有着 那个就五六十年代 加进去的那些东西 如果还有的话 可以再进一步的 那个出去一下 那个就课外读物了 那个可以出去 然后呢就说 尤其是我就看到这些 就是被选掉的古文 我觉得确实挺可惜 因为我觉得 那是另外一个重要文 在香港和台湾的 这个国学教育 基础教育是非常的 就是说现在 也还是非常发达的 我们经常有时候 和香港台湾同学交流 他们中学时候 看的那些古文 好像比我们那个 上了本科阶段 看的还要多 当然我们是由于是 中文系的那个 所以看的多 但比一般的理工课同学 人家就是 就是没法比 中学就受过这些教育了 所以我觉得 是挺重要的 人家非中国化的 可那些非中国化的地方 把中国传统读的 反而比较 真是 但是这个古文 这个问题啊 我广告之后再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倒想听听 你对金庸 就武侠小说 这种雪山飞狐 文学成就 你是怎么看 武侠小说 有个重要特点 就是它的长篇性 所以我觉得 这样选曲 一截出来 也不一定就是 对武侠小说 真正的有好处 比如说我们说 天龙八部 它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作品 如果你选了一小节 无论你怎么选 他实际上 对 武侠小说的长数是情节 而他短的选出来 他只能选出他的语言 语言不是他的强项 那就给剃掉那林黛玉 什么出镜容国府呢 《红楼梦》不一样啊 《红楼梦》哪里是一般的长篇 它不是靠情节支撑的 对 它断断就是机遇 断断足迹 对啊 你想一个最终情节 那我就想一个 本来对武侠小说 没有了解的同学 他假如说没有了解的同学 他先看选出来 比如说金融作品 灰骨龙的作品 他只看这些段 他会说 哎呦 这个不怎么好啊 对吧 实际上我觉得 对武侠小说的发展 我作为一个 武侠小说的 它不一定是好处 比如说 我本来天龙八部的 这个境界是这样的 然后我由于 都没有接触过武侠 然后我就看了 课本上那一节 我觉得实际上 不能表达这个武侠小说 它真正的魅力 因为它是一个情节性的作品 它靠的是一个红篇巨制 来给你造成一种 恢弘的想象力 宏大的气势 厚重的历史感 这个一小节 我觉得确实是 不一定对武侠作品 有真正的好处 你觉得您写武侠小说 有这个恢弘 我发现他喜欢使用 这种恢弘 宏大的气势 因为我很喜欢 这一类的作品 从环珠楼主开始 我很喜欢环珠楼主 然后像金庸先生 就是我一直觉得 就是我不太喜欢 那种特别精致的 那种武侠 因为我觉得 那个不是武侠小说的长相 但是我觉得那种 就是想象力非常归奇 然后因为我觉得武侠小说 它是一个幻想的文学 想象力我非常看重的 你看像比如像 天龙八部里边那种 尤其是那一段 就是虚竹 遇到那个天山同母那一段 我觉得那个想象力 非常归奇的 经常还有 环珠楼主的想象力 现在很多小孩 看哈利波特 看龙腔说 哎呀这个外国人 怎么想的这么好 我真的想告诉你们 看环珠楼主 环珠楼主那个作品 想象力太伟大了 那是崇拜哈利波特的人 那倒不如看看金庸 说的对 但是我再给你们探讨一个 最近还有人提出来 说要是现在 你们这么与时俱进的话 选什么 玉华 许三冠 麦写记 都可以进去了吗 那是不是张爱玲的东西 也可以进课文呢 当然应该是 张爱玲的作品挺不错的呀 对啊 是一流的文字 但有人说张爱玲的作品 为什么没有呢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瞎说 他说会不会说 因为张爱玲当年 跟所谓的汉奸文人 有过点瓜葛呀 政治上有点问题呀 是不是 这个是肯定有这个问题的 比如说我们 我们上以前一直学习的时候 都会发现我们 对有一些亲友的作家 评价是偏低的 其实包括说 张爱玲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承认她了 还有没有被承认的张恒水 我觉得张恒水比毛顿伟大 我觉得她的文字 就是说她的成熟感 我个人觉得 像比毛顿先生来讲 更加成熟一点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对于她现在 我不是说她这样 绝对比来说谁更伟大 我觉得是不可以这样比 但是对于现在 大家对她认可程度 我觉得她还是被低估了 因为对于一个描写事情 我觉得她虽然有 很强的时代局限性 但是她在那个时代 把自己的那个时代 写得那么逼真 我觉得她还是有 有她的那个 当然不一定能够跟张爱玲比 不一定能够跟这些人比 但是我觉得 现在对她评价还是太低 我觉得以历来都是这样的 90年代的时候 在台湾开了一次张爱玲研讨会 00年呢 我们在香港开了一次 请来夏志清啊 刘在富啊 请来很多高手 夏志清 第一很多年第一次来 当时我们就呼吁 我们说最应该纪念张爱玲的城市 应该是上海 所以结果由于一般学者的努力 包括陈子山啊 很多人的努力 在前年的冬天 上海华东四大 就准备开个张爱玲的研讨会 邀请全发出去了 海内外很多学者都愿意去 白先勇啊 王德威啊 都答应要去了 结果临时取消了 为什么呢 说是抗战胜利50周年 这哪跟哪呢 抗战胜利50周年 所以政治干预的因素 你想 他们就开玩笑在什么地方 你说张爱玲是因为 她的老公曾经说汉奸 对不对 对啊 可是周作人不我们整天还在读吗 她自己就是汉奸 对啊对啊 周作人又怎么说呢 对啊 所以这个莫名其妙 周作人我们照样还肯定 她的文学地位 对不对 还有一个日本的卓内先生 他自己就是日军士兵 他研究鲁迅很有成就 我们还专门开他的研究会 讨论他的学术成果 他就是日本当兵的 打到中国来的 我们照样开他的研究会 所以中国这多荒唐 他这个有时候 这个标准是时宽时宴的 有时候就对某些人 他就会特别的严 尤其我觉得对张爱玲 实际上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本身在自己的晚年 就是说是也已经和他的那个 不管他丈夫有没有做过 汉奸 已经分开了 而且这样的在最后 不是丈夫吧 没没没结婚 是结婚 结婚了 他跟湖南城结婚了 结婚了 然后湖南城又背叛 那就更是汉奸婆了 但是你想他自己也已经付出了代价 然后最后孤独一生 但是他的这个 我说他的人生 已经让我们觉得特别唏嘘感慨了 那为什么他的文学地位 因为这个问题 难道女性就因为育人不熟 连他的这个文学成就都要被否定吗 应该说他是受害者 对不对 他有些可怜的 我觉得也是 湖南城的书 我现在也爱他 湖南城的书照样的 不以其人废其言 对吗 你不能说这个人 哪怕就是个有罪的人 他在监狱里写了一本书 如果其中有可以给我们营养的东西 难道我们不能看吗 难道我们没有这个分辨能力吗 是吧 咱们还是去广告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先后在香港 包括在内地都听到一些老师 就是感觉这个忧心如焚 说现在的这个孩子 中大众小学生 语文水平 国文水平 每日每况愈下 在香港也是 但是好像就刚才又听你说 香港的语文课本里 对古文都相当重视 对香港比方我们在 我也参加教材的选定 我们也就课程的制定 中文系基本上古代跟现代是三七笔 就70%是古文 30%是现代的 现当代的 可是你要是去到内地 任何一个城市的书城 你去看文学这一城里边 它不是五五笔 是三七笔倒过来 古代的书最多30% 现当代70% 究其原因呢 是因为50年代的时候呢 毛主席认为两条战线 坐在现代文学 对于这个政权是有贡献的 所以后经补古 把现代文学从鲁迅开始 所有左联作家 这个现代文学 抬得非常之高 高到一个程度 就是使得中国人 在几十年间 读古文读少了 其损失 现在你就会感觉到 你说怎么那么多东西 我们现在像新的一样 刚出现 而台湾香港 虽然他们政治上 尤其台湾 政治上不断的非中国化 可是人人都读过了 这些东西 你要真的读过的话 你发现 没得比的 你孔雀东南非 这种价值 就好像你今天 一个科技产品 一个新品的手机 跟你汉墓里 拿出来的一块石头 你能比价值吗 而且我觉得 最让我觉得 就是比较遗憾的是 就是说 如果他没有从小 在这些东西受熏陶的话 他最大的问题是 他会建立不起一个正确的 就是文字观 就说比如说 如果我就经常会 有正确的文字观 这回事吗 就是说一个审美 审美倾向 假如说什么样的东西 是世界就中国的第一流的文字 这个概念 很多就是说 年轻人他会不知道 经常有时候看到网络上 会有些人 他说 比如他会觉得 像哈利波特 或者说像有些畅销 说他这个是世界上 最美丽的文字 这真是太糟糕了 你为什么不能去读一下唐诗 那个感觉 那个什么样的文字 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 我当然是说中文 还是华语范围类的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代表如果他 如果说他知识少一点 他可以弥补 他可以以后读 但他的审美观已经形成了 那么这个就是很麻烦的 他自己讲的很对 文学的价值系统 如果说你一开始 就是从村上春树 从张小贤 从这个地方出发的 资金出发的话 你将来就是两种文字 你整个你的 你的整个 这就是没办法 这是结构的问题 不单是文字的感觉 你的中文的感觉 对 你写中文 你中国人你要写中文 你的中文 从一开始 从什么地方开始 但是现在也有的 搞创作的年轻作家认为 那东西都没用 文学不就是破旧立新吗 我用我自己的语言 难道说有一个权威的 美的标准 美的文字的标准 可以来评价我吗 你先要知道旧的 才来破旧 对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可以进行一些创新什么的 但是你首先要知道 什么样的东西 是最美的文字 然后你作为一个新的作家 你可以说 比如这个东西 比如说唐诗 特别伟大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 就是和唐人一样 去思考问题 我们写的是当下的生活 但是你要知道 什么样的美 什么样的文字是美的 这个时候 你再来写当下的生活 我们系列 有一个退休的教授 马又元 他在中文系 毕业的仪式上 跟问同学说 多少同学 没有摸过现装书 很多同学 被他问的不好意思 中文系 三年毕业了 很多人连一本 现装书都没摸过 我就知道了 这个话 我听阿诚说过 我还在一本 克人士纳 木提的书里面 看到过 就是说 现在这一带 接受教育 或者你搞什么 艺术创新 叫水泥地上长草 水泥 我原来 你比如说 好比说 咱看不懂 毕加索 我到西方博物馆 一看就明白了 你没有从头到尾 看过来 你不知道 他是怎么发 他早期是怎么写实的 没错 这真是一个 传统过来的 一个东西 要不然就没标准了 谁也可以 我说 我这是个艺术 但是你这根在哪呢 现在就是有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像 比如我们有些 不懂行的人 看书法作品 他说 那个写的不就和小孩 写的 和我写的差不多 为什么他就是大师 那如果你没有知道 他是零个碑 零着铁 他是哪个派发展官 那你当然觉得 和你家小孩写的一样了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我跟你讲 你比如说我父亲 毛笔字写的非常好 但是他是属于一般的了 他就看不大明白 苏东坡的字有什么好 韩石铁 他觉得柳公权的字好 你看 就是一般的 很漂亮 很贵的 我是说 你要想知道 苏东坡的字好 你必须知道 他这个书法流变的 这个 还得先看 你才能够知道 所以我就说 现在的作家 如果你要是 想知道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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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